公车开过来到站牌前让民众上下车 由于基隆体育场施工中 工地围离临时占据了原有公车站牌的一些空间 造成民众等车时相当靠近马路的车道 市议员郑文庭接获民众反应 特别会同市议员陈军佐、陈怡 邀请市府交通处、公车处相关单位到场会刊解决 体育场施工之后确实造成后车民众的等候 公车倒战之前的一个危险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就希望交通处的交工科 能够在现地划出一块区域 让民众在后车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 同时也能够用绿色的油漆把它涂出来 让行经该处的车辆都能够提前警示 就是希望交通处画一个类似人行道的区块出来 让后车的民众能够安全地在那边等车 不然你现在这样看 而且那个围里都会挡住公车站牌很危险 在议员会刊和市府的协助处理下 希望能提升体育场站牌这个后车区域的安全性 也呼吁驾驶人行进这里 能多注意等车民众的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